全球新觀點 提供靈力 財新視野 觀眾朋友晚安 我是王彥婷 有病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 直接在例行記者會上火力全開 直指這些西方國家的政客跟媒體們 得了一種病叫做對華恐懼偏執症 這是一種病非常的危險啊 但是他也講不是沒有藥醫啦 需要的就是他們能夠拋棄冷戰 凌合思維 秉持平等相互尊重 擁抱 開放 包容 實現互利共贏 那麼我們的美國總統川普 他下定決心要互利共贏了嗎 先前他就有透露 在12月15號這一天一定會有大事情發生 當時我們專題也分析 大家這一看12月15號會有大事情發生 這不是廢話嗎 12月15號這一天是什麼大日子啊 就是你們美國要對中國 課這一新的一輪關稅的大日子 這種東西一翻兩瞪眼 課或不課其實對國際上來說就是一件大事 那你說會發生大事不是廢話嗎 所以問題就來了 你這一天到底關稅課不課呢 本來啊我們新觀點這幾天的專題 也整理了很多國際的分析報導 就認為中美兩方的關係 在這件事情上面恐怕沒這麼簡單 但是我們現在面對的是美國總統川普 他又任性了 他昨天在社群媒體推特上面又再度發文 好啊你們大家都唱衰 誒我偏偏就來一個樂觀的消息給你 又再帶給大家希望 上面推特上面又再說 中美之間達到一個很接近很接近的一個大協議了 這消息當然讓整個金融市場又嗨起來 美國股市昨天再刷新歷史新高 那開心之餘哦 大家還是想問最根本的問題 誒這一次應該是來真的吧 看川普現在還有閒情抑制公開嘲弄 一名來自瑞典剛剛榮獲年度風雲人物輸王的 16歲環保少女 說這個少女有憤怒管理問題 看起來誒川普應該是搞定了中美協議 所以才有時間看這年度風雲人物的排行榜吧 我們選了 Greta 為了個孔屬的孔屬 因為她成為最高級的聲音 在最重要的問題上 在整個世界上 人們都在悲傷 人們都死在死 整個環境的全球融化 我們在開始的一種重新的大量 你只能說話 川普的態度是很重要啦 但是光聽他的說法不準不準 每次都說接近達成 但是大家也都知道他都不知道說了幾次 要不然就是翻臉不認賬 要不然就是不簽協議 再不然就是直接又開了一些有的沒有的清單 他又開徵了一批新的關稅 所以大家就在想 到底有沒有川普講的這麼樂觀呢 還是說這一次又是川普的一桑情願呢 我們要帶您同步來看一下中國的態度 來看中國外交部長王毅他的最新說法 他說啊 中美兩方合作才是唯一正確的道路 才是唯一正確的選擇 他現在有說啊 中國願意在一個互相尊重 和平的基礎上面 當然用對話的方式來解決彼此矛盾上面的問題 也敦促美國啊 應該要趕緊樹立正確的中國觀跟樹立 世界觀才對 所以啊 也希望美國對於中國的態度跟政策上面 應該要趕快重回正軌 這些中國合法正當應有的這些權利 當然就要受到尊重啊 話風一轉就再次的 很嚴謹的跟大門喊話說 拒絕單邊制裁 拒絕霸凌主義 所以這番話一出來 欸 感不感覺到 看起來聽起來 中國外交部長王毅的態度 好像還是蠻強硬的哦 底線還是在這裡沒有退後 所以有一些國外的分析報導就開始在想 王毅這番話的批判 是不是再再的又透露出來 中美兩方之間的態度鴻溝還是很大 還是再的反應出來說 中美兩方似乎還是有很大的分歧 而且他們的分歧意見 可能還是有蠻大的差距 越拉越大 但是不管怎麼樣 美國總統川普他就在推特上面發話了啊 而且中國外交部長王毅態度雖然硬 但是他也說啊 他願意在一個對等的這個基礎上面 能夠對話嘛 能夠用溝通的方式來解決彼此的紛爭 既然有對話有溝通 但就是一件好事 所以昨天啊還有包括今天整個亞洲市場 歐洲股市大家都群起熱鬧起來 至少看到這個離岸人民幣 人民幣上面的表現也讓大家開始相信 這一次川普應該是來真的 應該不會再當放羊的孩子 為什麼說從人民幣來看這個中美之間的進展呢 市場上面之前就有一說 因為啊美國總統川普他太常翻臉不認帳 他太常講話出爾反爾了 所以倒不如看川普的態度 倒不如來看人民幣 可能對中美貿易的這個反應上面 會比較靈敏一點 因為中國他們也是跟貿易戰的當事者嘛 再者中國的態度也牽動的中美貿易協議的走向 所以人民幣對於中國本身自己的政策也好 或態度上也好 應該反應上面會比較敏感一些 所以大家就想喔 中美貿易到底要怎麼走 還有一個關鍵 或許可以從離岸人民幣 或人民幣上面來找出一些蛛絲馬跡 也因此今天看到 人民幣離岸人民幣今天盤中 一度是有飆漲1100幾點喔 直逼6.9關卡 就讓大家更加確信喔 看起來奔圍蠻樂觀的 這一次中美初階段協議應該是有譜 另外喔至少也看到其他多家的外國媒體 也開始在報導 兩方這一次應該是蠻認真的要各退一步 要促成初階段協議 為的是什麼 為的就是即將來臨的12月15號 這一批新關稅即將開增了 要趕在這之前 兩方趕快至少達成一些初階段的協議 好這 讓這一批新的關稅可以趕快暫停下來 所以不管是Bloomberg 彭博也好 或是路透也好 這一些外國媒體開始都開始有一些 透過一些調查 或者是一些知情人士開始報導出來 兩方現在以協議換協議 初階段的協議應該是接近達成就差千字而已 對於美國呢 美國當然就針對中國最在意的部分 比方像是關稅的部分 第一個就是12月15號的這一批 要不要取消 要不要延後傳出來 美方是有讓步的 這一批新關稅應該會是暫緩的 再者 最讓中國在意的是什麼 12月15號這新的你暫停沒有用啊 你之前課徵的呢 你之前課徵的也要拿掉吧 所以對這一個部分好傳出來 美國似乎也是有讓步的 先前課徵的這一些關稅 應該也是傳出來會做減半的動作 不會完全拿掉但會減半 那麼中國呢 中國又做出什麼樣的讓步呢 不能美國單方面嘛 中國也做出了一些協議 作為交換上的條件 那當然最主要就是 川普最在意的農產品囉 傳出來啊 中國承諾明年會採購 400到500億美元的這一些農產品 好換取這些關稅能夠取消 但是這件事情 這個消息一出來喔 又有很多的外國分析師 或是其他的媒體 對這樣的一個訊息 又展開了一些分析報導 覺得好像看起來不太像真的耶 覺得喔 在這個協議文本在公佈之前喔 協議沒有簽署下去之前 大家都不能夠太樂觀 都不能夠說喔 這件事情是可行可發生的 為什麼 回頭來看一下這些協議就好 你說新關稅延後或暫緩拿掉 那這當然12月15號 這件事情可能比較沒有問題 問題就在於這個 關稅之前課徵的也會拿掉或減半嗎 那到底要怎麼減半 是說稅率上面的減半 還是說課徵的範圍或規模減半 這些都沒有詳盡的細節 而且啊 川普最想要的就是透過關稅 讓自己的國庫能夠賺更多錢 現在就為了農產品 就會把這些關稅所賺到的錢 這麼好賺的錢 都拿掉都取消嗎 這點喔 讓大家有一點覺得蠻質疑的 再者更關鍵的是農產品這一條 這個也是美國總統川普最想要達成的 但是也是之前中國才很硬的一條 要想喔 之前我們的分析報導也講過 中國在農產品的採購上面 每年都有採購 但是按照市場量來說 不可能一口氣跟你買到四五百億 之前去年的時候統計出來 大概買了86億規模的農產品 欸 我現在一口氣就答應你四五百億 那怎麼可能 我們市場上面根本沒有辦法消耗這麼多的量 那我們買這麼多怎麼可能呢 這個量喔 是去年採購量的將近五倍有風了嗎 所以在這之前我們的專題報導也是有分析過 光這一個規模量其實中國並沒有要做出讓步 因為這個規模真的太誇張了 那你現在又傳出來為了讓關稅拿掉 然後就做了這麼大的讓步 其實讓市場上面是相當質疑 所以覺得有這麼樂觀嗎 大家要繼續看下去 但不管怎麼樣 好我們現在就假定 假定這一次他們兩方真的談妥真的讓步 啊讓步什麼 當然就等12月15號就會知道 那我們就假定 川普這一次是認真的 協議就是會簽 關稅就是會停 好那我們就要回頭來看 趕快沙盤推演一下 如果12月15號 真的關稅停下來了 兩方真的熱鬧和緩下來了 傻哥產業又是誰能夠從中最受惠呢 現在有外國的分析師說趕快來看蘋果 蘋果相關供應鏈最受惠啊 像是彭博報導這個分析師艾夫斯啊 他就有說啊 川普現在可說是提前給蘋果送上了一份 超級大的椰蛋禮物 為什麼 要想嘛 12月15號這個關稅課徵下去 對於什麼東西會最有影響 對於電子產品 這一次就是會打到一些消費性產品啊 現在就是耶誕節的這個消費忘記 大家要送禮物 不外乎一定會買一些3C產品來送嘛 專稅課徵下去的話 那勢必就會讓這些產品的關稅 成本上面就會加重 那麼這些加重的這些成本 到底要怎麼辦呢 對蘋果的營運上來說 當然就是會一大衝擊啊 所以現在如果12月15號 真的能夠取消或暫緩延後 這批關稅的話 蘋果當然就能夠鬆一口氣囉 有算出來喔 關於這個12月15號的 這批關稅加下去的話 會對成本造成多大的影響 算出來大概會把這個iPhone 以iPhone舉例 iPhone恐怕成本就會增加150美元 換算台幣大概是4500塊台幣 那這些東西該怎麼辦 有兩條路可以走 要嘛就是蘋果自行吸收 但是自行吸收當然就會衝擊到營運喔 對於明年的營運上面 EPS上面已經有算出來的 大概會減大概4%左右 那如果不想要自行吸收去衝擊自己 吞噬自己的這個獲利 好還有第二條辦法 就是直接把成本交 轉嫁給這些果粉 轉嫁給這些消費者身上 但是一樣嘛 你東西變貴了 我消費者又不是笨 我怎麼可能真的跟你去買這個 比較貴的呢 所以啊另外這個分析師就有算出來 好轉嫁給果粉 固然會讓自己的獲利不受到侵蝕 但是銷售量 因為民眾不買單嘛 銷售量就會為此減少8% 算一算喔不管怎麼樣 成本這一加下去 不管用什麼樣的方法 蘋果就是會受到衝擊 也因此如果12月15號這禮拜天 關稅真的能夠暫緩 對蘋果上 對蘋果供應鏈來說 可能就是一個大事一見喔 蘋果能夠暫時的獲得警報解除 那接下來蘋果的營運 應該能夠接續的往前衝 但是晚看來看一下其他人的說法 外資銳信倒是覺得這個說法不以為然 他覺得躲過了貿易戰又怎樣呢 本身要看回蘋果現在的營運狀況吧 銳信現在直指蘋果在中國的表現 越來越差 這將會重創整體營運 不要覺得這沒有關聯喔 因為蘋果在中國的這個大中華地區 其實也是有相應的一些這個試占率在的喔 那對於iPhone的銷售量有很大一塊市場 也是靠中國在支撐的 現在中國表現越來越差 那勢必對蘋果的營運 當然都會有所影響 就來看中國手機銷量的年增率表現好了 因為現在以前大家也都在講嘛 現在智慧型手機大家人手一支 其實市場上面已經達到飽和 但就算飽和以中國整體的銷售量來說 其實還是有微幅的在增長 整體上年增率是有年增0.2% 雖然飽和但是其實還是有緩慢的需求在推動 年增0.2% 但蘋果呢蘋果在這個中國市場在大中華地區 反倒沒有跟著一起增長 反而是節節敗退的 10月份統計出來 中國手機銷售量蘋果是年減一成 而11月份呢更慘更慘 直接年減將近三成以上 所以看得出來蘋果在中國的市佔率是越來越糟糕 而現在瑞幸又開始呼籲喔 開始要提醒這個蘋果提醒蘋果果粉們 投資朋友們要特別注意 眼見著這個市佔率越來越差 會有所好轉嗎 瑞幸的說法是可能不會 可能明年還會持續下滑 原因有兩個 第一個中國有太多的品牌了 他們啊 OPPO 華為 Vivo 等等的 很多品牌不斷的竄上來 競爭壓力非常非常的沉重 可能中國的市場上面 光這一些品牌啊 蘋果就已經打不贏了 再者就是 中國消費者 中國民眾對於蘋果的喜愛程度呢 好像也沒有以前來的這麼的熱愛喔 至少你看上華為 像小米等等的手機 都已經搶先推出了5G了耶 但是蘋果到現在呢 5G的東西到現在都還有沒有譜喔 所以大家會不會是已經搶先買了 其他牌的手機 而對於蘋果早就已經放在一邊了呢 那這個失去的市占率還能夠再搶回來嗎 瑞幸對此喔是非常悲觀的看待 好那再看來 如果看到整體銷量能夠增長 蘋果再衰退的話 那問題來了 這些銷售是誰貢獻的 是誰把這些錢賺走了呢 在這場中密貿易戰火之下喔 華為雖然被攻擊得很慘 但似乎也卻因禍得福 成為市場上面最大贏家 原因為什麼 因為大家會覺得 欸 美國攻擊華為 攻擊得好慘 要讓華為活不下去 那麼中國民眾當然就會團結起來 要幫華為一把喔 買華為的東西讓他撐得下去 你川普越攻擊我們華為 我們就要讓華為活得更好 過得更好賣得更好 所以來看喔 中國手機第三季試戰率 華為是幾乎搶下了快一半的試戰喔 華為得到冠軍 達到42%的試戰率 而其次是看到其他中國廠商的品牌 像是Vivo第二名 17.9% 第三名是OPPO 17.4% 也是緊追在後 而小米則有9%的試戰率 但蘋果呢 有沒有看到 蘋果試戰率解決敗退 只剩下5.2% 而且還可能在持續下滑當中 好這看了這個試戰率之後 另外一個問題又出現了 憑藉著中國民眾的愛國之心 全力支持華為 支撐華為 撐住華為 但是喔 華為的試戰率在增長 但其他人呢 會不會反而變成了一些受害者 因為這個市場上面就是這樣嘛 就像是一場零和遊戲一樣 一般民眾買了一支手機之後 買了華為之後 應該很難再擁有第二支或第三支手機吧 所以啊 當大家都跑去買華為的時候 可能啊 對於OPPO啦 Vivo或其他牌的手機 反而就不會去買 他們的試戰率 當然可能就會因此衰退下來 所以就有另外一些報導就說啊 華為是贏了啦 但是其他小廠好像就有一點變成了 這個貿易戰下面的受害者 確實也看到幾項數據來看喔 這些小廠們 在第三季的銷售年增率上面 雖然試戰還有將近兩成 可是如果看銷售量 整體的第三季表現的話 也是不斷的在衰退的喔 像是小米他喔 第三季的銷售量是年減三成 而Vivo呢 年減兩成 OPPO也年減兩成左右 那到底該怎麼辦呢 該怎麼找出路呢 試戰讓給華為了 那這些小廠該怎麼活下來呢 現在就有分析在指喔 現在這些廠商們開始啊 要不就成立一些新的小品牌 一些新的品牌名稱 開始在這個以量大 以數大來這個攻擊 來搶這些試戰率 另外就是成立這些新品牌之後 換一個新的身份 打入其他的市場 比如東南亞市場 像是小米 小米就有成立一些子品牌喔 要打這個印度市場 另外也提早搶進了日本市場 這喔是往海外來攻 而其他人也是一樣 像是OPPO OPPO也很早就開始 攻東南亞市場 他們的品牌 在越南的試戰率 就高達23.6% 希望能夠透過海外市場 來補足在中國試戰 所失去的這些部分 那也確實似乎 也有看到一些成效喔 好不管怎麼樣喔 這些廠商也好 或者是我們電視機前面 觀眾朋友投資朋友也好 大家現在喔 還是要先做好準備 關稅到底能不能真的拿掉 那是最好的啦 如果12月15號 真的能夠拿掉 當然OK啊 那如果不能呢 大家就要做好 這樣的心理準備喔 因為誰知道 川普又會出什麼招呢 又或者是說 這一次大家談的是一個 初階段協議 就算初階段協議達成了 又怎樣 這就表示說 中美之間還有第二階段 還有第三階段 這樣看來 中美兩方根本還沒有全然談躲 如果兩方還是沒完沒了 所以投資市場上面 還是不能夠掉以輕心 那當然就要請您持續鎖定 我們全球新觀點 以及訂閱我們YouTube頻道 一起來看看12月15號 到底中美兩方會怎麼發展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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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